记者中指凯台北报道,华市年初爆出用金币案,今,二时,公事针对晚间媒体报道,文化部上午说明公共媒体法修法草案,但有公事董事指出,文化部才刚宣示公共媒体独立重要性,影视司下午就将把手伸入公事。 华市,要求董事会先前做的不提高华市前王姓总经理决议,需参考文化部建议,改将网案移送检调单位调查。 认为报道背离事实,公事澄清声明如下,一,华市和公事是关系法人,基于母公司监督子公司的职责,针对舆论关注的华市广告高退用金一案是否送交检调单位调查室, 9月20日下午于公事董事会议中,首度进行表决,据此,何来华市,公事董事会讨论后都认为无足够证据,决议不提高。 2,今日董事会针对此案讨论后,首度进行记名投票表决,并无报在文化部才刚宣示公共媒体独立重要性,影视司下午就将把手伸入公事。 3,公事董事会针对此案表决结果,10票同意,5票反对,2票弃权,决议依公事关系法人建立办法,要求本会派任华市法人代表与下次华市董事会提案,重新立决原华市董事会不同意移送之决议。 4,通篇报道龙同志社未经查证之情节,本会甚表遗憾。 文化部今召开记者会,说明公共媒体法修法方向。 文化部提供。